梦想是什么,未来又在哪里 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早就没有资格谈论这些 他们挣扎在社会的边缘 为了生存,铤而走贤 警局大楼来了一个送泡菜的外卖员 由于包装简陋,引来警方的不满 但外卖员似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因为送泡菜只是他伪装身份的手段 他对警局的构造十分熟悉 进入最机密的那一层 虽然他被警方拦截,但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职业杀手 身手十分敏捷 杀死机密证人 整层楼的警方都被证人陪葬了 然而年轻的杀手也只不过被人利用提线木偶 在任务完成之后 被韦翠尔的高层持绣道给灭口 他们都是同一家杀手公司的职员 成为职业杀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 顾客的酬劳能够使自己一夜暴富 他们也都是工薪集成的打工人 辛苦干了一辈子,到老了才有退休金 杀人公司加藏在一个正经公司密室里 每次任务结束之后 持绣道都会来这里复命 在账目档上写下自己的工作记录 成为日后发工资的凭证 这次任务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迎来停透上次主任的不满 持绣道并没有辩解过什么 他只是说了声对不起 只好几天他一直被一件事情所困扰 年轻杀手罗勋死前拜托他一件事情 希望他能将自己存的钱交给重要的人 持绣道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挫富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经过再三次量 他还是来到罗勋的家里 或许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让他有了些许策影之心 他们都是因为生活的不好 被迫进入这一行 双手沾满了鲜血 出卖自己的灵魂 持绣道带着一袋子钱来到罗勋家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罗勋家也不例外 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好 父亲去世之后 靠着妈妈一个人养家 他不愿看到母亲一个人老累 年纪轻轻就挑起家庭的重担 持绣道给他们送来一袋子钱 足够妈妈和妹妹生活上一段时间 可钱毕竟是有限的 并不会让他们家的生活条件有质的飞跃 更不能实现女儿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罗勋的母亲知道 成为歌手这条路并不容易 自己年轻时候就是一位歌手 也曾经出过专辑 只是歌手的职业生涯是那么短暂 他不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老路 老老师找一份普通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女儿和母亲吐气 循环播放母亲年轻时的歌曲 这对于一个失败的歌手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持绣道青春这首歌 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次陪伴了他整个青春的歌声 因为他的歌声 让自己熬过最贫困最辛苦的日子 夜晚他再次聆听到刘美妍的歌 内心的伤痛 为着甜美的歌声所扶平 持绣道是这个公司最出色的杀手 深受老板的喜爱 经常交给他一些重要任务 这次老板又派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 公司内部同事陈部长 也不像表面说的那样被派出海外 而是遭遇重大打击 导致精神恍惚休息至今 他的儿子被出租车撞死 司机下落不明 从此之后陈部长便一蹶不振 整日待在游戏厅寻找儿子的影子 老板觉得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让持绣道暗中观察一段时间 果不其然 陈部长人前一副落魄的样子 实际上精神状态完全没有问题 他也发现持绣道的跟踪 在一个巷口中挟持了他 陈部长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公司希望他回去为他们卖命 可他已经厌倦这种生活 为了公司 他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儿子也因此而车祸去世 自己成为孤家寡人 不管公司说什么 他都不会回去 他要辞职 远离杀人公司 杂运持绣道之后便逃跑了 而持绣道也是故意放他走的 他是自己的前辈 在工作上给了他很多帮助 看在这点情分上 放他走了 他不知道真有一天 不能放他走的时候 自己该怎么办 虽然他是职业杀手 但心中还有那么点善念 也正因为如此 让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到底是服从命令 当一个杀人机器 还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当个有血有肉的人 一天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持绣道急忙赶到市场的小店 约他来的人正是罗勋 那个已经在上手公司 被宣布死亡的人 在警局的任务完成之后 持绣道违背了全主任的意志 并没有将他杀死 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帮助这个孩子离开上手公司 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追寻自己的梦想 他没有向孩子解释 只是告诉他 因为他是个兼职 不需要知道公司 内部那么多的事情 被利用完就会被丢掉 这就是杀手公司的残忍 只要成为杀手 医生都逃不开 除非死亡 罗勋躺在破旧的小床上 虽然闲得悲哀 但却有未来 胡想他永远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不停的接单 布置详细的计划 杀人做报告 刘美烟烟群 持绣道一起聚餐 虽然他不知道 儿子是做什么的 但他认为 一定是很好的工作 能有这么大成就 赚这么多钱 肯定受到持绣道的帮助 想感谢他一下 这也是持绣道第一次听到别人感谢自己 内心多少有些触动 可他又有些愧疚 如果他知道 儿子是被自己带去杀人的 内心该是有多么的伤心 刘美烟18岁就生下了罗勋 从那个时候起 就为这个家放弃了一切 辛苦的将两个孩子拉扯大 两个孩子是他的全部 只要他们开心 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持绣道被这伟大的母爱所感动 也被他们一家人的 欢声笑语所感染 脸上也第一次有了笑容 突然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他接到全主人的电话 他下令杀死车部长的命令 持绣道和车部长毕竟是好友 心里难免会有些抵触的情绪 从未杀手 他们只是机器 只管奉命杀人 没有商量的余地 持绣道悄悄潜入车部长居住的房间 以他的身手 不可能没有察觉到持绣道的到来 可他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静静等待审判 他知道 因为自己这一辈子杀了太多的人 所以儿子才会死于非命 这是他英勇的报应 他不想再逃 也不想再伪装 只有死才能让他得到挤托 持绣道再三询问他 真的要这样吗 真的愿意去死吗 车部长下定了决心 没有人能够改变他 带着无奈和不舍 持绣道扣动了班机 看着车部长死去 他也不禁想到 自己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没有利用价值就要死去 商人公司除了他们经营的业务 和普通公司不一样外 其他的和别的公司没有区别 也会解雇人 不过他们最终会为那些人安排后事 也会组织团建增进职员之丹感情 由于赤雄当的出色表现 他被晋升为部长 沉甸甸的名牌抱在怀里 那是一条条鲜货的生命堆起来的重量 此时的他还不明白生命的意义 只当那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他做的出色就会走到晋升 为了庆祝自己的晋升 他邀请刘美燕一起出来玩 面对自己心爱的人 他很紧张 他们约在一家逃逸室见面 两人之间的交流十分少 只是进行那样坐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好 他们两个都因为彼此内心都产生了波澜 然而约会出现了小插曲 赤雄当送刘美燕回家的路上 遇上了警方的盘查 对他的身份证进行了查看 并且不依不饶 一定要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直到将名片递给他才肯罢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赤雄当被带到老板办公室 在办公室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边是陈部长 原来那天晚上 赤雄当最终没有下得了手 于心不忍之下放走陈部长 而他一群目的看望儿子 黑大老板发现 这不仅是任务失败 而是赤雄雄的背叛 赤雄当会受到不小的唱罚 车部长坐在办公室正中央 通知着这些牧师生命的家伙们 将杀人当成普通的工作 换取金钱和利益 一无子人听着车部长的话不动于衷 他们无法摆脱金钱的疑惑 心甘情愿沦为恶魔 赤雄当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射杀了车部长 如果他不死 死的就是自己 这时警方根据赤雄当名判上地址 找到了公司 寻查一圈也没有发现异常 这件事给赤雄当带来不小的麻烦 尤其是拿着鸡毛当令盘的全主任 他对着赤雄当任意打骂 赤雄当对杀人公司越来越失望 看着天上的飞鸟 他有些出神 如果能像飞鸟一样自由 飞翔该多好 他真行了一次 抛下了工作去找刘美颜 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总是那么的快乐 能让他忘记忧伤和烦恼 他想着和美颜有着未来 辞掉工作和他一起经营咖啡店 过上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收网 辞职信还没有送出去 老板就派人来暗杀他 警方调查的脚步越来越深入 引起杀人公司的注意 为了公司的安全 是时候除掉他了 尤其是拿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在半路上就发现 这些人要杀死他 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大斗 尤其是拿没想过要杀死他们 但这些人玩不成任务 是不会离开的 他看着这些曾经的同事 觉得可悲又可爱 一辆大火车突然驶来 撞死了杀手 这就是宿命 杀手永远都好不该死亡 公司知道一切 一定会对美颜他们有所行动 持久道带着他们 到曾经的前辈家里 前辈是唯一一个活着 从杀手公司逃离的人 他看着持久道带人来 不用说他也知道想干些什么 作为前辈 他知道这有多么艰辛 他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天晚上 持久道向美颜坦白了一切 他是职业杀手 公司曾经是他的全部 他从未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离开那里 直到他遇到了美颜 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 他十分的失望和生气 不能想象自己最爱的人 都成为杀手 他想了一个晚上 终于理解他们做出的选择 这个时候不是指责他们的时候 而是站在他们身边 支持他们 为了摆脱这一切 持久道避开所有眼线 回到家里的地下室 拿走存在那里的金条之后 又回到前辈那里想要重新开始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前辈背背叛了他 离开公司多年的前辈 一直想要回去 为了回去 他出门了持久道 持久道会在地上 祈求他放过美颜他们 可他的请求一文不值 给前辈打倒在地 他们拿着枪 对准了刘美颜和他的孩子 持久道对公司彻底失望 也耗尽他所有的情分 为了自己 为了美颜 他选择反抗 以他的身手 前辈和其他杀手很快被制服 而美颜却不幸中枪 死在他的怀里 面对爱人的死去 他很愤怒 要让那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他提着枪回到了公司 和其他职员发生了激烈的火兵 而这些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都被他解决 他走近密室 找到那个在背后操控一切的老板 对着他怒吼 他不想干了 为什么想退出就这么难 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 在老板看来 他们只是杀人工具 完全不会在乎工具的感受 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便杀掉 他举起枪 准备解决眼前的赤绝道 这一次没有给他扣下班机的机会 罗勋紧随起后 在老板开枪之间射杀了老板 全主人也在此时赶到了公司 从他们背后开枪 赤绝道和罗勋都中枪倒地 他低估赤绝道的毅力 在伸出数枪之后 奋力和他搏斗 最终全主任从高空落下 之后 赤绝道用最后的力气 从公司缓缓走出来 这一刻他获得真正自由 哪怕只有这短短的一刻 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开心 罗勋紧带着赤绝道的主妇 好好地活了下去 不只为自己 也为了家人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韩国电影公司职员 力气的气壮 赠凉的皮鞋 除了一丝不苟的头发 很难想象 一副公司职员的打扮 真实身份却是职业杀手 这样的安排凸显了杀手的冷酷残忍 也加剧了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 即使成为杀手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富有 还要在这残酷的社会中苦苦挣扎 虽然是普通职员 却不能像他们那样辞职 此方是离开的唯一方式 也是职业杀手的最终俗名 好了 本期就这样 喜欢点点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